家的深情拥抱 家 一个心灵得到慰藉 精神得到喘息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超越物质的地方 在灵魂深处 唤起深刻的归属感和舒适感 在家里 人们经历了无数深情的情感 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 创造出一幅充满爱 安全感和珍贵回忆的挂坛 当李子踏进家门的时候 一股温暖的感觉立刻扑面而来 彭扶空间的本质散发出温柔的拥抱 欢迎他回到熟悉的怀抱 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气味 珍贵的时刻和共同的经验交织在一起 融入了房子的结构中 在家里的围墙内 人们可以感受到了深深的归属感 在这里 他可以摘掉外面世界的面具 做回自己 空间的能量与他自己的能量产生共鸣 创造出和谐的交响乐 在房间里回到 在这里 他可以充分表达他的情感 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 因为他知道他会被接受和理解 在家里的角落里 发现了印在墙上的记忆片段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故事 人生的一个篇章就在这些空间中展开 客厅里 欢笑声不断 交谈声不绝于耳 厨房里 空气中弥漫着家常饭菜的香味 滋养住身体与心灵 卧室 是做梦的地方 也是在夜色中低声诉说秘密的地方 在家的庇护所里 李子可以找到了安慰和宁静 这是一个可以让他远离外界喧嚣 在空气中弥漫的寂静中寻求庇护的地方 寂静中温柔的嗡嗡声对他的灵魂低语 邀请他休息 反思和恢复活力 正是在这些安静的时刻 他可以重新与内心的自我联系 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清晰与平静 家不只是一个物质结构 更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 他承载着欢笑的回响 爱的温暖和珍贵关系的拥抱 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滋养他的精神的地方 周围有形的和无形的元素 使他成为他自己独特的地方 当沐浴在家中的深情怀抱中时 他对家所提供的避风港深感感激 这是一个容纳他存在本质的空间 一个他可以成长 进化并在不断变化的人生旅程中 找到慰藉的避难所 2023年10月21日 一个无缘由的感受 悄悄地升起 从那早已被无尽繁华掩盖 且不与人知的心灵深处 感谢您的观赏